三大白骨精 话说唐僧带着他的徒弟孙悟空 猪八戒 沙和尚去遥远的西天 走着走着 一座大山挡在眼前 这正是传说中的丸子山 这山里到处草木丛生 见不到一户人家 就在这大山的深处 有一座山洞 里面住着个害人的妖怪 名叫白骨精 悟空 快去弄些吃的来 好嘞 悟空跳上云头 东张张 西望了 望见南边山头红彤彤的一片 师傅 远处有片果树林 我去采些果子来 大家垫垫肚子 怎么样 好 好 快去快回 是 孙悟空转身要走 忽然又犹豫起来 且慢 这荒山野岭 万一跑来个野兽妖怪伤着师傅 可不得了 有了 孙悟空掏出金箍棒 围着师傅师弟 在地上画了个大圆圈 师傅 这地方怕是有妖怪 我回来之前 你们千万不要走出这个圈子 我确实就来 见孙悟空没影了 唐僧和沙和尚就静静地坐在圈里 猪八戒哪待得住 东张张西望吧 嘟嘟当当 猪哥 猪哥 你别瞎掰了 光天花日哪来的妖怪 你吓得了师傅 吓不了我 这不行 那不行 画了个圈圈憋着我 烦人 烦人 八戒 怪话少说 快快坐下 那好吧 这时候 白骨精忽然从一棵枯树后边闪出来 变成个年轻的小媳妇 垮着个饭篮子扭啊扭地走过来 一股饭菜的香味飘了过来 蝎嘴的八戒不由自主就出了圈 这位大小姐 你这兰兰里是啥好吃的 那种精神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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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妖怪在哪儿 你说我 不要胡说 我才不是妖怪 我叫猪八戒 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人 不是妖怪 你怎么长得比妖怪还难看 我长得倒是不咋样 可是人不能看长相 有的妖怪还专门变成大美人 就你这个样 听八戒这么一说 小媳妇心里一惊 脸色都变了 这 你怎么乱开玩笑 我可不理你了 我呀 是个良家女子 我可不是什么妖怪 好啊 你看你也不爱听了吧 我说嘛 你不是妖怪 我也不是妖怪 大家都不是妖怪 那边地上坐着的是谁 白白净净的是我师父 黑了八戒的是我师弟 地上多凉 带我过去扶他起来 小媳妇说着就往唐僧身边凑 这香喷喷的饭菜 眼看就劲嘴了 怎么都变成土嘎的烂泥块了 多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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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傅 看来你真是饿坏了 不要急 前边拐过山蛙不远 那边有一座庙 到了那里还愁没饭吃吗 师傅 咱们有救了 我的好师傅 你快醒一醒呗 八戒 八戒 你怎么跑到圈外边去了 哎呦喂 师傅 咱们坐在这就像个大傻瓜 且没有走妙 有吃有喝 够 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的 是的 师傅 是真的 我不骗你 骗人是坏蛋 果真有妙 那就要快快前去烧香才是 师傅 可不能出圈 要是遇见了妖怪 那就糟了 倒也是 快 快 要是晚了 吃不着好吃的了 急死我了 正在这个时候 苏悟空采了大蜜桃 一路高高兴兴的回来了 他正乐呢 低头一看 师傅跟前怎么有个小女子 再一闻 好大的一股妖气 孙猴子 孙悟空睁元津津火眼 盯着小媳妇仔细一看 果然是妖怪变的 小媳妇想要逃命 孙悟空哪肯放过 好你个大胆的妖怪 赶来蒙骗我师傅 哪里走 看吧 骗